来 妈 你坐这儿 来 妈 坐这儿 妈 我想给你上了点事行吧 啥事儿啊 就是 我谈了个男朋友 我想过两天把他带回来给你看一下 你看情况 她的男朋友 家里啥条件啊 她家条件一般般 但是对我挺好的 小丽娅 特别体贴 你爸走得走 咱家条件也就不是太富裕 希望你能找一个条件好 那我明天把她带回来给你看一下行吗 带回来看看呗 好 小丽娅 这次你妈过上日 我们买的礼物也不是最重的工作 她特别喜欢你 哎呀 没事了 我妈看到了 不过 我要是把咱俩的事跟咱妈说 咱妈可能不会同意咱们俩 没事 这都不是什么事 我会证明给她看看 走 咱们走 好 好 妈 你知道了 谁带过来了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男朋友 是的 好 阿姨好 小丽 你坐 我是小丽 我说怎么样 好 那个小丽 你要不先进到屋 我跟小丽战队分享了 好 什么事啊 妈 快进去呗 妈 我又不是什么外人 你跟小丽说什么 我就在外面踢着呗 女人听话 妈 你进去 你就进去吧 那行 那我进去给你把倒杯水 好 小丽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一个月能挣多少 我是在工地 一个月能拿三四千万 在工地 对 我们家小丽长得又漂亮 你这小丽跟着你很吃苦的呀 穿衣发型 肯定不会让她成功 虽然说现在没有家人 我们家小丽长的地方 但是 我会去那里 也会分得分手 去整个人 你会努力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呀 你啥时候把钱攒到一百万的时候 再来去我家小丽 一百万 很难吗 那小丽长不是那为什么吗 我们家小丽那么优秀 难道一百万 还是多的吗 行了 啥也别说了 你先回去吧 那我能不能再跟小丽长出来 说什么说呀 赶紧回去吧 别才能忘记 什么玩意 你想去我家小丽 不赖她吗小丽 妈 刚说什么呢 哎 小丽人呢 小丽 被我赶走了 你看看她怂样 将来你嫁给她 肯定会吃亏的 妈 你怎么都这样了 你怎么能拿来赶走呢 行了 以后给你找更好的 别说了 我去做饭去吧 唉 我妈真是的 哎呦妈 我不想去相亲 你知道多少个了 妈这是为你好 这个呀 人家很有钱 肯定会想着你的 走了 走了 哎妈我不去 这三年都给我叫了多少对象了 有钱的别人看不上我 没钱的你又看不上人家 都怪你 妈这是为你好 咱家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你怎么能让我放心呢 你要真为我好 你就不会拆散我跟小蕾了 我都三十岁了 你看看人家小蕾 又有房又有车的 都怪你 行了行了 妈那时候是有点糊涂了 但是这回呀 真的跟你说比她有钱 走吧 妈 我干脆不去了吧 都走到这儿了 都三了 都三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怪我 都怪你 没问题 这太到够了 对我说 都怪你 分点滞 都怪你 是它的 有了 这周ерв译 我想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